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什么是山下黄金 在二战时期拥有马来之虎称号的日本南方作战总司令山下奋文 曾在东南亚叱咤风云 在战时他在当地大肆的收刮钱财 传闻日本在投降之前山下奋文将这笔黄金放到了一个秘密的山洞里 得到这张地图的小帅赶紧带上女友小美 并从当地招募了以强壮哥为队长的雇佣军向着小岛进发 同行的还有小帅的朋友郑义哥和日本学者惠子 郑义哥本身就是个探险家 宝藏不宝藏的无所谓 就是单纯的喜欢探险 而惠子则是想了解一下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和犯下的罪恶 经过长途跋涉 一行人找到了这处二战时期的矿洞 大家欣喜若狂准备破门而入 就在这时 他们遭到了一群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的袭击 众人赶紧应对现场枪身大作 但敌人的火力实在太猛 大家有些招架不住 好在这时 铁门被打开了 大家赶紧撤退到矿洞里躲避 然而祸不担心 一颗手雷爆炸将矿洞给封死 雇佣军短发哥也被炸成了重伤 而且通讯设备损坏 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外面都是些什么人 为什么要攻击他们 大家是一脸的懵逼 现在外有追兵 大家只能硬着头皮往矿洞里面走 矿洞中是一片的漆黑 只有破碎的日本军旗 似乎在悠悠的发着绿光 诡异的氛围暗藏着杀鸡 突然矿洞里响起了日本军歌 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如果不是闹鬼的话 说明这里还有人存在 并在暗处观察着他们 想到这里 大家加快了前进的脚步 穿过隧道 大家来到了一个 摆满市馆烧杯的大型实验室 军事基地怎么会有实验室 这时学者惠子通过观察 现场散落的文字材料得知 这里就是臭名昭著的 日本731部队的秘密研究基地 731部队是日本法西斯 与日本以外领土 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 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 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春 除了在我国阿尔滨平房区 设立董部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还在新加坡印尼等地 设立了分部 他们用大量的活人进行实验 来研究化学武器 无数的平民和战俘 惨词在了他们的魔掌之下 说到这里 大家觉得以上的介绍还不够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电影731部队 反正涛哥看完 整个人都不好了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只能说勿忘国耻 好了 有些跑题 但是涛哥觉得 这一波科普值了 我们言归正传 这里有这么恐怖的基地 显然小帅是知道的 但却隐瞒了一下 他的这一行为 引起了正义哥的不满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最终不欢而散 随后正义哥决定 带着手下逃命 而小帅还想着找黄金 就在大家各自找出口的时候 一双惨白溃烂的手 从地下钻出 把短发哥给拖走了 而正义哥和另一个雇佣君 赶紧追了过去 眼前出现了一个 可怕的人形怪物 可把两人给吓坏了 等缓过神来时 怪物已经不见了 而此时的短发哥 已经领了盒饭 死状非常的恐怖 接着惠子和正义哥 在寻找短发哥的时候 被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 日本兵给抓住了 日本兵摘下了面具 一张恐怖害人的脸 出现在了惠子和正义哥的面前 喊好惠子是日本人 经过交流得知 这个日本兵 已经在这个坑洞待了70年 他说自己是这里的守护者 当年日军731部队 在这里秘密研制不死战士 很多平民因为实验失败 变成了怪物 经过无数次的比例配费 研制终于成功 而老日本兵也被注射上了 这种真迹 所以尽管面容已经十分的苍老 但身体还是非常的强壮 不过这种真迹很不稳定 大部分人没有老日本兵这么幸运 而是变成了如同丧尸一般的 不死战士 他们没有思想 没有知觉 只知道杀戮 随后惠子告诉老日本兵 日军已经战败投降 并给他看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视频 看完后 老日本兵情绪非常的激动 还是不愿意面对现实 与此同时 小帅和女友小美 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黄金 但是黄金已经被日军粉碎 变成了金粉 然后和化学药剂配备在了一起 而这就是不死战士的真迹 小帅非常的失望 但小美却动了歪心思 这真迹如果真的有用 可比黄金珍贵多了 于是偷偷的藏起了一只 就在这时 队长强壮哥 发现了一扇挂着大合魂字样的大铁门 也不动动脑子 直接就打开了 接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一排排身穿铠甲的日本武士 瞬间被激活 他们就是日军造出来的不死战士 这些人刀枪不入 拥有不死之身 强壮哥的手下一看大事不妙 赶紧让大家离开 而他自己瞬间就被不死战士给捅死 随后强壮哥 小帅和小美同地道逃走 途中遇到了不死战士的袭击 小帅身受重伤 在情急之下 小美将生化药剂注射到了小帅的体内 希望有奇迹发生 然而变异的小帅变得毫无人性 立刻将身旁的小美给杀死 然后自己也因为药物排异领了盒饭 而另一边的老日本兵 看着惠子是自己的老乡的份上 忽然良心发现 给他们指了一条逃生通道 按自己留了下来 拖延不死战士的进攻 此刻一行人只有强壮哥 惠子和郑义哥还幸存 面对汹涌而来的不死战士 强壮哥让他们先走 自己留下来断后 可他根本就不是不死战士的对手 很快就被乱刀砍死 接着郑义哥也牺牲了自己 救了惠子 惠子终于从下水道逃出生天 不过不要以为是老乡 就对自己人会心慈手软 因为日本的葬师和日本的鬼是一样的 根本不讲道理 故事的最后 惠子摔倒在地 不死战士对着他举起了屠刀 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那句话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不做死就不会死 当然没有以上的特征 恐怖片还怎么拍呀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